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是不敢打 再继续往下抽 抽不要光抽她两个都要抽 这是王老师不敢抽 她是玉剧皇后王海玲 台湾玉剧团的灵魂人物 也是每个人的王老师 你们要死啊 是我吗 那我戏 我戏 我也要跟你做个戏啊 与王海玲对戏的是刘建华 台湾玉剧团当家小生 也是王海玲的女儿 平常各忙各的她们 其实很少碰面 因为之前的话就是如果各忙各的 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是在 我们在团里面 其实一年就是大概就是 一档两档这样的戏的接触 那今年这个真的是比较 因为很敢 其实是她 以她为主来去接演的嘛 所以很多东西都要透过 就是要让她理解 或者说跟她讨论 我叫王海玲 很多人认为我是达隆来的 其实我就是道道滴滴的 太晚了 去中山大学 高雄中山大学 教课 教那个剧场艺术系 中山大学剧场艺术系 学生 我在那里教了快 开课快十年了吧 还有 对 看腿的方向 身子拎起来 身子拎起来 什么拎起来 挺直 身子挺直 王海玲是第四届 国家文艺奖得主 当时的评审说 台湾的语句 因王海玲而存在 因王海玲而出色 上步走 踢 不用看不用看 走 来来来 上背脚 上背脚 踢左脚 不要怕 踢 往上 没有 你踢错了 踢左脚 这边踢左脚 踢 你光踢 光踢起来就好了 踢 踢 踢 往上弹 go 可以可以可以 往外 反了 对对 对对对 有每次我上课 第一堂课 我就问说 大家有看过 传统戏曲的 有没有 真正举手的 没几个 两两无几 京剧 或者连课仔细 都很少 同学看 但是我说预剧 顶多就预剧 或者两位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我更应该开这堂课 我就希望他们走进剧场 老师 老师 小洛真丑 真丑怎么说 老师不要教他 你就说真漂亮 真美 真美 真漂亮 真美 真臭 真臭 臭 臭八怪 臭八怪 对 看这个样子 像圆的 比你 膝盖打直 膝盖都要打直 透过专业且生动的教学 让学生们更了解传统戏曲 是 纯面不绝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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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落至多少 花落至多少 是 没错 先拿一下 谢谢 这个衣服吗 这个衣服吗 这个衣服还挺有的 这个衣服还挺有的 这个衣服 这个衣服 比我还要忙 他也很忙 对 因为他二三 三四五通有课 下午都有课 那他早上会进团 稍微跟我们开 就是团里面的团务 玉剧团的一些团务 处理完了之后 下午基本上他就会 要不然就休息 要不然就是 会去上课 细数妈妈忙碌的刘建华 身兼奇巧剧团的主要演员 忙碌程度也不遑多让 不不不 我也是用这个 这是欧练吗 对 应该有可能 就二郎笑天的 应该文轩的拍摄 这应该算是第一波的 我们的剧照 今年喔 应该是今年的东西都在动 今年看起来 还有一些明年的 先跑的东西 所以大概有 至少有三四出吧 包含把花精的演员 是比较晚的 算是比较晚才进来 但是比较早演 把花精是跑在前面 好紧张啊 小心 先跑 不行 好 刚刚的动作比较费 好 表情换一下 对对对 紧张是因为 2021年5月初 就要呈现 法华精演绎 对于表演艺术团体而言 不到五个月的时间 非常地赶 但这是妈妈的心愿 快点来喔 你来看我 好 好 好棒 可以 妈咪啊嗨 大鸟太太 大鸟太太 抱歉 researching 京婿 快点来 快点来 kal 王老师 原本去看设计 到四五 有一个 也是这样做的 炸完了之后 你要上来到这边 它是灯暗 然后再灯亮 突然接了电话说 有这样一个法华盛会 又是我们慈祭的55周年 我就觉得 怎么会想到来找我呢 我觉得是非常惊喜的 也感觉是很荣幸 那王老师自己本身也觉得 很难得 又是一个很大的 这个是 对我们来说 一开始有这种 中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后来慢慢地深入了解 才说是要演绎这个法华经 里面有七个辟语 我们当时是负责穷子语 那就是说 那不可能王老师一个人演 所以后来就是想说 由王老师组一个team 算我们叫做班底 然后陪他一起 因此成立了 王海玲艺文工作坊 广罗了艺剧团团员 舞台剧演员 以及舞行全力以赴 像是导演刘建华 首作的等比例舞台模型 就是力求精准与完美 我们本来是想说 这一阶是在一起的 后来我想说算了 我就把它放成这样子 这样子跟他 对 你们就会少下一阶子 对你们会少下一阶子 会比较好 因为时间没有很长 就四剧 这个升降台你要摆出来 你大概才会知道说 他这里时候 他的舞台是有一些层次的 或者是 譬如说他的高度 我们演员是不是可以真的上得去 因为戏曲舞台是演员的舞台 所以大部分人的状况是 看演员的表演 那这一次的话其实 平片也是表演的内容的很大 很大的部分 因为我们毕竟是要把 慈忌55年来的这些事件 放置在这个舞台上面 那演员在上面也不会尴尬 因为如果你真的要躲防通动 你身体的速度不能是这个样子 这两边通通都会升起来 升到最高 是你的那个墙面 对刘建华而言 去除所学并不难 难的是法华精演绎 要古今对照 还得要从抽象到举象 对于这个新闻本身的了解 实在是很少很少 那法华精又是金钟之王 又是最深奥的一部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也经过了很多很多的挣扎 就是戏曲它是一个 很抽象的一个表现 而且戏曲它演绎的时代 都是在古代 但是这一次的演绎 希望把2500年前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文 以现代的形式 以实际的这个人间式 实际在这个刑法的这个法随 去做一个结合 那我觉得我们就像是一个年拙记的概念 好像是贵的 然后他们要出来 没有那么六号 你85岁的名字 你要知道 大概将近90 看看看看 好 穿起来的时候还是80几岁的 都是80几岁 也不是这个意思 倒不是岁数的问题 就是老是 不是 是帮你扶持起来的不容易 当年大家是五毛五毛的钱 都是自己家里买菜的钱 少五毛钱 然后大家一起凑过来 所以给你能霸抠 那个是2000个 对不对 然后1000个五毛才会 才会有这个能霸抠 对不对 而且是每个月 所以其实扶持住你的人 大家的一个人 包括上人他们 他们都先自己自主 然后木来的善款 是给这些 他们的救助的 实际的救助服务 所以那个东西 并不是写实表演来说 我是几岁 而是这一件事情的扶持 是不容易的 然后我在 自越诗姑这边 一个是他也给我建立了很多的观念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也 算是扒了自己一层皮吧 就是放下比较多的 对于戏曲艺术的表达的级念 那尤其是6号去见了上人 然后所有的师傅 常驻师傅也说 我们要一起来演绎这个事情 我突然有那种感觉就是说 我们大家一起怎么样让受众 看懂我们要演什么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对 至于我们的艺术有没有被发挥 那再说 那这个关口过了之后 我觉得很多东西就很重要 这个就要上一阶五十 越来越明朗是因为将心中的执念 调整 取除 但有个想法 他们是不断的与执行团队 沟通与讨论 留下即可 上支 ayuda 上支 estas 车也得唱得也是 不要 他前面是打之前 嗨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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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就是这样的 五四三二 因为是这样子 我不需要他 他音乐速度一起的时候 我就不要他转速度 骨子是让这个事情启动 因为我们毕竟是演员嘛 王老师也是 野人现铺的心情 我们把我最会的 最好的呈现给这一次 这是我觉得作为表演者 因为我们什么也不会 我们就会表演 所以我们只好把我们最厉害的表演 把它表达在这样子的一个演绎的上面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绞尽脑汁 又不能唱 王老师唱功是最强的 我们母音俩就在讨论 怎么样把我们的艺术的氛围 把它加入到这样一个法华经里面 去融入这个表演 因为我得到的消息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经文 故事 这些音乐都已经有固定 已经布好的一些唱腔 我想说我们戏曲的表演 就是非常注重唱面作打 所以唱功应该是摆在第一个 但是我的表演 我很希望就是把我的唱功能 融入到这个表演中 那个王老师 我后面这一段 我想说我们再重来 就是最后那个 说辟于两个重唱 尤其是最后那一次的 你稍微稍微修一点点 对对对 我们从乐修期开始节 那小区 心之秘 所以我就觉得说 在怎么样不更动 原有的唱腔 就是已经录好的这些经文 那我再把我们预计 但是也不能说纯的预计的唱功 我就把它用预歌的方式 怎么样能够融入在我们的 尤其是我这一段 这个穷子玉 好了 我再结束了 他不相信我 他们的 你才唱 你不是跌在一起 是的 我应该全都要挺天的 现在怎样 现在我 干净了 哎呀好 哎呀好 哎等一下我词 哎呀 快打起来 啊哈 我还是拿着词 你要不要喝点水呢 这里啊 我的水呢 我的水呢 哎呀 穷子为艳传俊 在这儿吗 对 你再听一下 对对对 他就是 我就不知道他在哪里张口啊 你知道我半夜 两三点都在那边唱 哎呀 现在我听不到你啊 关起来听不到了 这路到母女都翻脸了 见解不同 他见解不同 为了录歌点在哪 两位老师 跟一般的母女 没什么两样 你一言 我一句 逗其嘴来 但是一回到戏曲上 只有专注与严谨 好 好 好 来来 试吧 试试看吧 好 我要听那个钢琴的声音 对 钢琴完了 你唱 好 好 好 文艳 文艳泪霜流 对 对 我爱如爱如山河无忧 穷子闻眼泪霜流 情恩入海 情恩入海 游难愁 情恩入海 游难愁 有一个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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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从来 这个保留在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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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那个流可以把 现在放宽一点 好 我觉得他们的工作态度 是严谨的 包括他们对每一个唱腔 或者每一个动作 他们都要继续 米移的写到到位 然后每一个人 你的肢体的细腻 你的手到这里 你的眼神要到哪里 哇 我觉得 这个是预计他的细腻 然后为什么他们的唱腔 可以这么美 他不破坏我们的音乐的状况之下 他加进去以后 他竟然是加分 加到满分 又爆灌出来 师姑现在是在干嘛 十字枪 一子玉 一子玉 一子就他唱完 他还要讲话 对 四天团告 都有词儿 干我什么事 你跟我说 你们艺剧最大的特色 就是唱腔 不然呢 所以我就 不然你Google看看 是不是这样 我一直上Google 你问他 他刚有访问我 我说 这辈子我不知道有意 我听义剧两个字 自从你妈妈的穷子 我一直上网 上Google 一直听义剧 是很好的宣传 好嘞 那你现在给他加细了又好 一直加 我跟妳讲 会一直加细 就代表是优质的 你们上来的时候 可能他在做升降 你们要注意安全的问题 好 OK 我们往下 我们音乐可以 就是直接暂停往下 看吗 怎么不大声呢 眼神一瞪 小心你的膝盖 这不只是师徒间的叮咛 还有母亲对女儿的不舍 你像这样硬跪的话 就会伤到膝盖 所以我就 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 出于本能 也是心疼 也是你不要把自己再伤到了 所以就 马上就表情就挡不住 藏不住我的心声 其实我很心疼 你看他这个 从做这个剧本 他几乎是做得非常非常严谨 他做得非常非常细 然后呢 在排练的时候 他也不断地 一直说一直说 希望演员能够投入 把感情能够寄来 好 你们先休息 我们开一下会 好 好 好伤心的 你就是很鲜明的 其他那些都附加 那些都附加 你游走在这里 游走到这里 都可以 我可能是这样 我可能是一开始 我好像也在很专心的提 可是突然间 阿B我就很变 对 所以你妈妈 剛才会给你满 这样好不好 可以吗 剛才我满就是 我在跟她满街 因为你在武力的时候 其实这一些人又移动 那个整个 整个奖金说法的那个 那个装缘分的结 譬喻故事里的穷子 离开父亲到处流浪 后来父亲找回 暗中教导 寻回本心 一开始我们拿到的 就是穷子玉 那这个辟育的故事 又可以很容易感动我们 那难怪她 难怪当初 要用这个东西来辟育 我就说 亲情是每个人内心 最柔软的一块 那刚好我又跟母亲 一起演绎这个事情 所以那种 唱到最后就是 穷子文夜泪霜流 演如海 又难愁 这个时候 我们真的是会觉得很感动 譬喻父子间的一个故事 那刚好我跟这个建华 我们又是母女 那其实我是演父亲 那就是从母亲的角色 转到父亲 那有一些歌 在最后就是我佛法传承给这个穷子的时候 在我们在说戏的时候 这个一开始我们是想到就是这个长者就慢慢消失了 然后叫 最后感觉到我一切的重任都托付给你了 每次讲到这个时候呢 金华的眼泪就会流出来 好像就感觉到是我要离开她的那种感觉 就是妈妈要离开女儿的感觉 所以有时讲到这个时候 我们两个人都会有时眼泪都寒到眼睛就会这样子 尤其在最后这个地方是蛮感人的 我们自己非常感动受到感动 其实故事比喻的是迷茫的弟子 以及不放弃总是慈悲等待的佛陀 是亲情也是佛恩 再来往里面挖掘就是佛法要表达的意涵 穷子见到的苦 然后因为佛的慈悲 因为菩萨们的慈悲 然后被拔苦了 然后看到这些演员或者是平片上面他们的笑容 他们重见光明的这种感受 然后我再回去感念我佛慈悲 就是真的是佛恩如亲恩 就是所以他拍拍我 然后再朝着长者往下一跪 真的是 真的是会流泪 流泪是感受到佛恩如亲恩的慈悲 因而增长的愿力 这让刘建华有了往前走的力量 我觉得我们真的能够把华金真的演绎出来一个永恒的演绎吗 因为上次是这样说的 就是要留10年留20年这样子 这个我会觉得说 对于这个东西我没有那么大的自信说我绝对可以 但是我有力量 我得到了一些力量 就是说我们尽量往那个方向前进 至于能够做到什么样子 我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没有人知道 人生到底最后会怎么样也没有人知道 这也是一种挑战和冒失 对 然后至少给了我这样子的一种 一种能力能量吧 往前进